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球友大家好 我是马凯旋 今天呢 机球和大家探讨一些冰方球技术方面的问题 这位球友啊 没告诉我们他是用纸板还是用红板的 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呢 我跟大家稍微的简单的先讲一下 他的意思呢 是这样 他说呢 他自己呢 外展的太厉害 就是我凭自己的经验和想象 告诉大家一下 如果他是纸板的话 他可能是这样 就我们的北京有点土画 有点撇 这个纸板啊 他往外撇的过多了以后啊 他会有一个综合症 就是什么呢 手腕略有 就是我们讲话 有时候就这样撬的 这是个非常大的致命状 以后没法调节 调节球肯定好不了 他是僵的 手腕这段 这是纸板啊 当然纸板还有其他的毛费 你比如说 所谓吊 吊是什么呢 就是上吊那个吊啊 指的是 其实不是说板型 其实说你 如果说卧板是这样 这板型是板头朝下 甚至再往里一点 这都可接受 我们说的吊是什么 指的是手腕子吊 要这样一吊 那可就麻烦大了 因为什么 你这正手就变成只能推打了 我给大家就是说 稍微做个示范 手腕也太吊了 但是如果他太撇了以后呢 产生一个连锁反应就是手腕有点翘 这样的话呢 他的手腕也是死的了 都是不可取的 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呢 我们不知道他也许是横板 横板是什么呢 哎 所谓的 所谓的 就是说外战 就是这个 就是横向的打开太多 这样的人有 其实量比较小 这个打得太开呢 也是跟刚才指板那个外撇啊 过多 意思差不多 就是什么 你这样一打球 这样展开了过多了以后啊 下三指捏板的力量就得特别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打这个球的话 你因为打横板的正手是靠食指来调节 甚至发力啊 控制方向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是说能打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线路 或者旋转控制 摩擦什么的 都受限制了 而这手腕容易 容易僵掉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横板比较多见 就是说如果这个横板比较多见是什么呢 因为横板很多人就是说 所谓就是 咱们网上咱们业余球友发明了一个词 叫力反手的握板 就是什么从右手上说啊 就是它这个板子 纵的这个中心线不是基本上对着虎口的 它这个板子啊 是朝向哪呢 这个拍肩呢 是朝向自己的食指的那个指根的一个位置上去了 这样呢 产生什么问题啊 就往里内扣了 这有个什么问题呢 正手不容易发力 打直线不大好打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 反手特别好 要是什么 这样他握了以后的反手 反应特别容易控制 是吧 我就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他说的是 外展太厉害 不管是直板的这个外展 还是横板的这个外展 我估计都说他不但是球板外展 把手腕往外掰得过多 僵的那儿 所以说这个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他你打球的时间不是太长的话 我建议你从后拍上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两边都要照顾道了 一边那横板的话 这个正轴那个板 板心的这个中轴线差不多是对在虎口上 是吧 要基本上靠在拍肩上 这个虎口 就是正反手 是吧 不管是拇指也好 食指也好 要把拍子 基本上比较匀称的 贴在你的 就是球板的这个海绵上 食指是斜向的 直板的话 是吧 直板的话 难度比较大 第一 手腕不能这么太能掰 板头 我是允许适当朝下的 另外 你准备正手击球的时候 中指要适当的顶住 拇指适当的发力 食指要放松 紧紧搭的拍肩上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这样握拍的话 我食指阴力过多 它的板心就容易产生这个这个现象 如果我合理的话 大概是这样的角度 稍微有一点前情 板头是上朝下 诶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 所以说 这位球友 你首先要看一看你这个握拍的基本方式 这是第一点 第二条 我估计你那个 你那个 一个是握拍的问题 一个是动作上的问题 我估计啊 但是我是猜 你恐怕打正手的时候 前臂手腕用的不多 也不大用得上 主要靠着吃大笔 有点这么推着打 手腕一掰 方腕一掰 再这么一推 你确实是很难打出邪见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一个是握拍的 你得稍微调一下 再一个 你要从最基本的那个概念上 是吧 你比如说你刚才用了个词 你说我一直在克服 我知道你用了很大的努力 你知道这克服这词我听着实在有点太累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右手打球 你要想打出邪线来 是吧 我现在给你一个就是说 除了你误号啊 稍微调整一下 你换一个思路 就说 你不要去想 我现在想把拼命把球打出邪线来 你去想什么 你从球体 来调动作 你千万别是愣掰去手线 你掰不过来 你越想手越僵 什么意思呢 你要如果说你站在右手正正手为例 你要打出邪线来 你这个拍子 一定要打到球 球体的纵轴中心线的偏右 你才能打出邪线来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用球体的这个触球的那个点 来调你的版型 这是我的教育经验 有很多人 你越说的调版型 手都 越说的越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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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到最后我不会打了 你用球来找 找拍子 别用版型去找那球你找不着了 我估计你是属于这种情况 一个是握拍 一个是打到球体的什么位置呢 还有一个 我还是那句话 你还是得适当的稍微的做一点 徒手挥棒 你上去有单球打 因为单球 你那个陪练对手啊 如果水平不高 不会控制的话 过来那个球 第一 位置不固定 第二 速度不固定 所以说很容易让你那个动作大变形 是吧 能不能找 教练也好或者同伴也好 能发点多球的打 先打定点 你一定先把定点打到 能打出点斜线来 才行 这是我敢肯定说的 好吧 自己试试吧 有问题咱们再讨论 因为你横板的话 这个正轴的板 板心的这个中轴线 差不多是对在虎口上 是吧 要基本上靠在拍肩上 这个虎口 就是正反手 是吧 不管是拇指也好 食指也好 要把拍子 基本上比较匀秤的 贴在你的 就是球板的这个海边上 食指是斜向的 直板的话 是吧 直板的话 难度比较大 第一 手腕不能这么太断掰 板头我是允许适当朝下的 另外你准备正手肌球的时候 中指要适当的顶住 拇指适当的发力 食指要放松 紧紧搭的拍肩上就行了 回来 在这边 收到门 双门 内衣 你